市场是有规律的 市场的规律性源于不变的人性 华尔街没有新鲜事 华尔街不可能有新鲜事 因为投机就像山岳那么古老 古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以前发生过 以后会再度发生 因为人的本性是从来不会改变的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是投机者真正的死敌 恐惧和贪婪总是存在的 他们就藏在我们的心里 无论是在什么时候 从根本上说 由于贪婪 恐惧和无知 人们总是按照相同的方法 重复自己的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 那些数字构成的图形和趋势 总是一成不变的重复出现的原因 耐心等待市场真正完美的趋势 不要先入为主 做预测性介入 时机就是一切 在恰当的时候买进 在恰当的时候卖出 交易不是每天要做的事情 那种认为随时都要交易的人 忽略了一个条件 就是 交易是要理由的 而且是客观的 适当的理由 股票作手必须对抗内心中很多代价高昂的敌人 赚大钱要靠等待 而不是靠想 一定要等到所有因素都对你有利的时机 市场会及时向你发出什么时候进入市场的信号 同样肯定的是 市场也会及时向你发出退场的信号 如果你耐心等待的话 真正重大的趋势不会在一天或一个星期就结束 他走完自己的逻辑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正确就是正确 错误就是错误 只做正确的事情 不要错上加错 一位极具天才的投机家曾经告诉过我 当我看见一个危险信号的时候 我不跟他争执 我躲开 几天以后 如果一切看起来还不错 我就再回来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我正沿着铁轨往前走 看见一辆火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向我冲来 我会跳下铁轨 让火车开过去 而不会愚蠢地站在那里不动 它开过去之后 只要我愿意 我总能再回到铁轨上来 这番话非常形象地表现了一种投机智慧 令我始终不忘 解盘在这种游戏中是重要的一部分 在正确的时候开始也很重要 坚持自己的部位也一样重要 但是我最大的发现 是一个人必须研究和评估整个状况 以便预测未来的可能性 我不再盲目地读播 不再关心如何精通操作技巧 而是关心靠着努力研究和清楚地思考 赢得自己的成功 我也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于犯下愚蠢操作的危险 一个人操作愚蠢 就要为愚蠢付出代价 市场包容和消化一切 它永远都是正确的 顺应市场是最明智的 我的理论是 在这些重大的趋势背后 总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 对价格运动背后的所有原因过于好奇 不是什么好事 亏损是交易的成本 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从失败中得到足够的教训 不管交易者多么有经验 他犯错做出亏损交易的可能性总是存在 因为投机不可能百分之百安全 所谓经验就是教训比较多 比较深刻 让人心痛 让人尴尬 不痛 记不住 不痛 不会反思 事情就是这样 一个人犯错是很正常 但是如果他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那就真冤了 交易就是理性与情感的对抗 交易需要理性的计划 我很早以前就认识到股市从来都不是平淡无奇的 它是为愚弄大多数人 大多数时间而设计的 股市上的两种主要的情绪 贪婪和恐惧 往往是因为无知而产生的 贪婪 恐惧 缺乏耐心 无知和希望 所有这些都会使投机者精疲力竭 经过几次失败和灾难之后 投资者也许变得士气低落 沮丧 消沉 放弃了市场 放弃了市场所提供的赚钱的机会 投机者必须控制的最大问题 就是他的情绪 记住 驱动市场的不是理智 逻辑或纯经济因素 驱动股市的 是从来不会改变的人的本性 它不会改变 因为它是我们的本性 控制你的交易 管理你的资金 除非你知道你要进行的交易 在财务上是安全的 否则 绝不要进行任何交易 没有经验的投机者 面临的困难 往往是为每一笔头寸付出的太多 人们都想在最低价时买进 在最高价时卖出 心态要平和 不要与事实争辩 不要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抱有希望 在投机中 没有希望的位置 没有猜测的位置 没有恐惧的位置 没有贪婪的位置 没有情绪的位置 投资者最大的敌人不是市场 不是别的其他 而是投资者自己 大波动才能让你挣大钱 我想告诉你这一点 我的想法从来都没有去替我赚过大钱 总是我耐心等待替我赚大钱 懂了吗 是我耐心等待 对市场判断正确丝毫不足为奇 我认识很多 在适当时间里判断正确的人 他们开始买进或卖出时 价格正是在应该出现最大利润的位置上 他们的经验全都跟我的一样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从中赚到真正的钱 能够同时判断正确又耐心持有等待的人 看见我发现这是最难学习的一件事 但是股票作手只有确实了解这一点之后 他才能够赚大钱 华尔街有这么多根本不属于傻瓜阶级的人 甚至不属于第三级傻瓜的人 却都会亏钱 市场并没有打败他们 他们打败了自己 因为他们虽然有头脑 却无法耐心等待 投机是一场游戏 更是你自己的事业 需要持续的努力 付出和总结 我是在寻找比消遣和社会交往更大的游戏 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股市上最优秀的人 这给我带来了真正的愉快和满足 炒股实际上就是玩游戏 一定要在这场游戏中获胜 好的股票交易者 不能不像训练有素的职业运动员一样 他们必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保持充沛的体力 如果他们想使自己的精力 总是处在巅峰状态的话 体力与精力必须保持一致 因为没有比股市更紧张 更令人兴奋的战场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